台湾这几年经常一遇到墙台水灾 就会发生溃蹄和土石流 危害到民众的身家安全 学徒保持研究专家 利用惠孙林厂的蓝岛锡作为实验场 透过人为操控吸水流量 模拟各种烟色湖溃蹄 以及土石流的状况 未来渴望应用在土石流防灾 以及前世锡的预警 灾害预估准确度可以提高到五成 吸引不少国内外的学者 前来观摩 滚滚泥流宣泄而下 流速每秒高达1.5公尺 等于是中等威力的土石流 土霸开始溢流 紧接着霸体从左侧崩落 威力强大的土石流开始向下游冲刷 这是中兴大学水土保持系教授 陈述群全国首创的土石流实验室 利用惠孙林厂内坡度40度的蓝岛锡作为实验场 透过人为操控吸水流量 模拟各种验色糊溃体及土石流状况 土石流的它的淹没范围 在这里我们都可以让它重现 它是等于圆尺寸的 所以它等于冲完的结果 它就知道它的布设结果到底合不合适 这样的话再回到我们的河川的里面 它比较能够保存它工程的一个可行性 怎么样去量化下一次来的这个时间 去做这个进一步的监测 那当你能够监测到最灵灵的那个因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接近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 土石继续向下游冲刷 下方的土石验色坝却是从中间被切开 所有的参数都做定量的试验 有比较完整精细的监测 未来可以将灾害预估准确度提高到五成 到底尝现哪一种形态的快捷 跟它霸体的整个的软弱程度 还有后面的流量都有关系 当然一旦溢顶之后 所产生溃绝的时间点是非常短的 我们可以提供就是说 还没有溢顶之前怎么做降挖 霸体的降挖把水位开始往下降 以大自然为土石流实验室 透过人工控制水流模拟各种地貌 提供艳色湖溃体及土石流的分析资料 还有温度与流速等精准数据 可以做早期预警 这不仅是全台首创 也是独步全球的一大领先 已经吸引不少国内外学者前来观摩 新唐雅开电视秋天喜赵阳 台湾南投采访报导